今天選讀的經文 記載在新約 勞家福音 二十章 九至二十節 慧眾請聆聽上帝的話 耶穌就切比喻 對百姓說 有人栽了一個葡萄園 租給圓戶 就往外國去住了許久 到了時候 打罰一個伯人 到圓戶那裡去 叫他把圓中當立的果子交給他 圓戶警打了他 叫他兇手回去 又打罰一個伯人去 他們也打了他 並且凌辱他 叫他兇手回去 又打罰第三個伯人去 他們也打傷了他 把他推出去了 原主說 我該怎麼辦呢 我要打罰我的愛子去 或者他們尊敬他 不了 圓戶看見他 就彼此商量說 這是承受產業的 我們殺他吧 使產業歸於我們 於是把他推出葡萄園外 殺了 這樣 葡萄園的主人 要怎樣處置他們呢 他要來 除滅這些圓戶 將葡萄園 喘給別人 聽見的人說 這是萬不可的 耶穌看見他們說 經常記著 將人所棄的石頭 以作了防割的頭塊石頭 這是什麼意思呢 犯凋在那石頭上的 必要跌碎 那石頭 吊在誰的身上 就要把誰集得棄難 民事和制師長 看出這比喻 是指著他們說的 當時就要拿下手拿他 只是懼怕百姓 於是窺探耶穌 打法奸世 裝作好人 要在他的話上 得把柄 好將他交在 巡撫的政權之下 本周真言 請大家連同經文出處 連續讀兩次 希伯萊書四章十三節 被造的 沒有一個人在上帝面前 不是顯露的 萬物在他眼前 都是赤露闖開的 我們必須向他交仗 希伯萊書四章十三節 被造的 沒有一個人在上帝面前 不是顯露的 萬物在他眼前 都是赤露闖開的 我們必須向他交仗 聖書四章十三節 最近我學到一個� typical 粵語表達 一個很有意思的粵語表達 一定需要有翻译才行 最近我就听到一个粤语的名词 叫做守信 就叫做守信 不知道发得准不准去 看大屏幕好了 下一页 守信 守信 就是守信 就是守信 但不是手机短信的意思 就不是说手机短信的意思 PPT还没有吗 首先就是我们 其实就是出远门的时候 我们要回来之前 给亲朋好友带的一些小礼物 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 给亲朋戚友带来一个小礼物 因为并不是什么提前就计划好 要买的这些大件的礼物 或者贵重的礼物 也都不是之前好好预备 要买一个很贵重 很大的礼物 而是随手或者信手拈来的一些礼物 又或者这样说是信手就拿来的一个礼物 所以叫守信 所以就叫做守信 那四川话呢 类似的表达呢 叫做遮守的东西 这样四川话呢 就有句说话 就叫做遮守的东西 就是要带一个小礼物 来遮遮守 不要空着手 去看你的亲朋好友 就是说呢 拿一件小礼物 遮一只手 就不要空手 去见你的亲朋戚友 那如果有人什么都不带 真是空着两只手 去见人的话 四川话还有一个说法 如果真是空着两只手 什么都没带这样去见人呢 四川话也都有这样说 我以前就被提醒过 我以前就被提醒了 叫做带了两串香蕉去见人 就是带着两串香蕉去见人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 那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了 我当时不知道 为什么带两串香蕉 我初头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带两串香蕉 大家说两只手 两串香蕉 就好像两只手 两串香蕉 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说的 你要预备迎见你的上帝 阿摩斯书四章十五节这么说 你当预备迎见你的上帝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 预备什么样的东西 去迎见我们的上帝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备 去迎见我们的上帝呢 以赛亚书第五章 是刚才文心姐妹 跟我们读的经文的一个背景 以赛亚书第五章 就好像文心姐妹 刚才所读的一个背景 那时间有限 我们就只读这个屏幕上的一节 时间关系 我们先读这个短的经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 万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他指望的是公平 谁知道有暴虑 指望的是公义 谁知道有怨声 在今天的比喻当中 葡萄园就是以色列 今天的比喻当中 葡萄园就是以色列 在葡萄园里的这些园户 就是管理以色列的犹太领袖 在葡萄园里面的园户 就是管理以色列的领袖们 葡萄园的主人 就是这个园主 就是上帝 葡萄园里面的主人 就是上帝 那园主的儿子 当然就是主耶稣了 园主的儿子 当然就是主耶稣了 我们还刚才听到 园主三次 其实很多次了 拆他的仆人去 看到经文里面 就说三次了 应该都是很多次了 拆他的仆人去 这些仆人就是上帝 拆派到以色列当中的这些先知 就好像上帝 将以色列的先知拆出去 我们国语部的弟兄姐妹 在过去礼拜三 刚刚读过了《猎王记》 国语部的弟兄姐妹 在过去礼拜三 读过《猎王记》 里面讲了不少先知 这个地方先知 就是讲到旧约 讲的这些先知 里面讲到很多先知 在这里是旧约里面讲的先知 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 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 主耶稣讲这个比喻 是为了回应那些 不服从他全民 恨他的犹太领袖 主耶稣讲这个比喻 是要对那些不服从他的权柄 和恨他的犹太领袖 因为在此之前 主耶稣是在众人的欢呼当中 进到耶路撒冷 因为在此之前 耶稣就在众人的欢呼之下 就进入耶路撒冷 而且是像旧约先知预言的 弥赛亚一样的 进到耶路撒冷里面 就好像旧约预言 尼赛亚进入耶路撒冷的一样 不但如此呢 主耶稣还洁净圣殿 不单止这样 主耶稣还洁净圣殿 赶出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 赶出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 这些代表以色列领袖的 祭司长 文士 长老 就很不高兴了 代表在以色列里面的 祭司长 文士 长老都很不高兴 他们把这些是看在眼里 恨在心里 所以他们就找到耶稣 他们就找到耶稣 并且质问他 凭着什么样的权柄做这些事情 质问他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 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 看到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 而使用今天这个比喻来回答 直接用这个比喻去回答他们 那借着这个比喻呢 主耶稣就告诉他面前这群不敬畏上帝 处处抵挡他的犹太领袖 那上帝把以色列这座葡萄园 交给了像他们这样的人来管理 结果他们不但不敬畏上帝 结果他们不单止不敬畏上帝 不交纳该交的果子 不要纳这个该纳的果子 不把上帝该子的荣耀归给上帝 不将上帝该有的荣耀给上帝 还逼迫而杀害上帝 差派到他们当中的这些先知 迫白杀害上帝差派他们来到的先知 甚至连上帝的独生爱子都不放过 甚至连上帝的独生爱子都不放过 都要推出葡萄园外把他杀了 要推出葡萄园外把他杀掉 那这个比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个比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比喻当中 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吗 我们在这个比喻当中 能不能看到我们的影子呢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问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去问 我们有没有也从上帝那个地方 领受了一个葡萄园 或者我们这样看 我们有没有在上帝的面前 去领受这个葡萄园 那是什么样的葡萄园呢 又或者是一个什么葡萄园 我们也有当那的果子吗 我们有没有立到当那的果子呢 这当那的果子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这个当那的果子又是什么呢 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虽然讲了一个比喻 主耶稣在这里虽然讲了一个比喻 但反映了当时以色列的一些真实的情况 今天经文第一句这样说 今天经文第一句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最上面那句 第一句 有人摘了一个葡萄园 租给园户 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 过时后 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 叫他们把园中当那的果子交给他 据说在主耶稣生活的那个年代 其实在主耶稣生活那时候 当时以色列好些的这种地主 还真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土地租给人 当时以色列的地主 真的这样将土地租给人的 那租地的人拿到的时候呢 他们不需要付任何的定金啊 租金都不用付的 租地的人呢 当时拿到这个田地的时候 就不用摆这个定金啊 租金这样的 可以说就是完全白白地得到了一个葡萄园 就可以说白白地得到这个葡萄园 或者说一片土地 又可以说一片的土地 那他只需要在这个土地收成中 拿出一小部分来作为租金 交给这个园主就好 又或者将这个土地所收成的 拿出的部分去交给地主 作为这个租金就可以了 今天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当中也有记载 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也都有记载 就是这个投影左下角的那一段 那这边说有个家族载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围上泥巴 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 盖上一座楼租给园户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葡萄园拿到的时候 不是只是一片空地 就讲到呢 这个家主来一个葡萄园 围上这个泥巴 或者一个压酒池 靠上一个楼 租给园户 就讲到这个地其实有很多建设的 那这些接管葡萄园的园户呢 他们得到的是一个有葡萄树 有围栏 有压酒池 还有瞭望台 那个修了一个房子 是瞭望台的 这样一个设施完备的葡萄园 这个租地的农民呢 就收到这个葡萄园的时候呢 建设上面呢 有尼巴 又有压酒池 有楼 所以很多建设是很充足的了 而且他们不需要付一分钱就得到了 基本上他们都不用付一分钱就可以得到了 他们只需要在封收的时候 给这个园主一些葡萄就好 封收的时候给园主这个收成就可以了 那当年的葡萄园是这样的 当年的葡萄园是这样的 那比喻里的葡萄园对我们来说又是怎么样的呢 比喻里面的葡萄园在今天里面对我们又是怎么样呢 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没有像他解释 其他他讲的比喻一样明确地解释 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没有另外一些比喻 明确地这样讲 但我们清楚的是 但是清楚呢 比喻当中的葡萄园可以说是上帝 白白赐给人的一个恩典 就是葡萄园是上帝白白赐给人的恩典 而我们每个人都从上帝领受了各式各样的恩典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里面白白地领受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像一个园主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一个园主 如果我们把这些恩典看作是葡萄园 如果我们把这个恩典看作一个葡萄园 那我们应该有两个葡萄园 那我们应该有两个葡萄园了 一个是看得见的葡萄园 一个是看得见的葡萄园 第二个是看不见的葡萄园 另一个是看不见的葡萄园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看得见的葡萄园是怎么样的 我先看看看得见的葡萄园是怎么样的 看得见的葡萄园可以说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看得见的葡萄园好像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身体 包括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财干 我们的财缸 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我们以前读书的机会 工作的机会 我们人生每个角落 我们读书的工作的 包括后来我们有的家庭 我们后来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 我们的家庭 我们后来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如何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东西呢 我们如何使用上帝给我们一切的东西呢 就好像援护如何使用上帝给他们的葡萄园 就好像援护如何使用上帝给他们的葡萄园 我们把一切的财干 我们将一切的财干 把学习到的各样的技能 把学到的各样的技能 我们的时间 都是仅仅用在赚取钱财上面 都是只是紧紧地用在赚钱的事上面 或者说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享受 又或者为了自己的享受 我们其实就跟那些不愿意交果子的缘户 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其实跟那些不愿意交果子的缘户 都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是将上帝赐给我们的葡萄园 占为己有 其实我们将上帝赐给我们的葡萄园 占为己用 但如果我们用上帝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来帮助人 但其实如果我们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去帮助别人 用来带领人认识主 去带领人认识主 或者让人看到上帝的荣耀 或者让人看到上帝的荣耀 我们就是把当纳的果子献给了上帝 我们将当纳的果子献给上帝 献给我们的葡萄园的圆主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烈火战车 就叫做烈火战车 有些翻成火战车 有火战车 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也看过这部老电影 相信我们的电影节目都有看过这部老电影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叫 李爱瑞的英国宣教士的故事 李爱瑞是出生在中国天津的英租界里面 李爱瑞就是出生在中国天津的英租界里面 他长到六岁的时候就回到了英国 长到六岁的时候就回到英国 进入一所男子技术学校 进入了一家男子的技术学校 真是在这所学校里面 李爱瑞运动的天赋就开始显现出来 在这个学校里面 李爱瑞的天赋的运动才能就显露出来了 他的短跑特别厉害 跑得非常快 他的短跑跑得很厉害很快 很多媒体认为 他可能是未来实现英国奥运会 百米短跑金牌0的突破的选手 很多媒体都说 他可能能够突破奥运会 一百短跑里面的金牌0突破 1924年李爱瑞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奥运会 1924年李爱瑞就参加了巴黎的奥运会 结果男子一百米的赛跑被安排在礼拜天举行 其实这个男子一百米的短跑 就安排在礼拜日的时候举行 那李爱瑞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但是李爱瑞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对他来说礼拜天就是敬拜上帝的 对他来说礼拜天是敬拜上帝 所以他放弃了这场他极有可能夺冠的百米比赛 那么他就放弃了这个极有可能夺冠的一百米比赛 改为参加没有人看好他自己也不太擅长的四百米跑 改为参加没有一个人去看好他都自己没什么信心的 四百米的赛跑 那经过几个星期的苦练呢 他出人意料地得到了四百米跑的金牌 几个星期的苦练呢 出人以外呢 那他就赢了四百米的金牌 刚才我是在维基百科上或者网上看到这段介绍 我看到在维基百科里面呢 就看到这个介绍 这段介绍呢 有用了一个词叫做天父 介绍里面呢 还有一个字叫做天父 天父就是上天赋予的意思 天父呢就是上天赋予的意思 天父就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 天父呢就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 里埃瑞海很小的时候 里埃瑞海很小的时候 就有个人奔跑的天父 就有个人奔跑的天父 那就是他从上帝白白领受的葡萄园 这样就是他白白在上帝所领受的葡萄园 而他在奥运会上为了敬拜上帝 而改变这个参赛项目的举动 那如果在奥运里面他为了敬拜上帝呢 就改变了参赛项目的举动呢 包括他后来在自己不擅长的四百米比赛当中夺冠的表现 包括了他后来在不擅长的四百米都夺冠的表现呢 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上帝的荣耀 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上帝的荣耀 他向上帝 他的葡萄园主 他的葡萄园主 献上了他当纳的果子 献上了他当纳的果子 今天早上来教会 今天早上来教会 在楼下parking不小心我就把脚给拧了一下 在这个parking呢 我一不小心就扭一扭到对脚 所以刚才走路你们可能看有点一瘸一拐的 可能刚才走路呢 电影节目都看到有看到我有一拐一拐 谢谢天主啊 马上就帮我拿了一些云南白药啊 还有依瑞帮我弄的一些冰水 谢谢天主呢就云南八药啊 依瑞呢就拿了一些冰水这样 那这就让我想起我以前剑步如飞的时候 这样就想起我以前剑步如飞的时候 我以前跑得很快的 以前我跑得很快啊 那李爱瑞一百米是九秒七他的记录 李爱瑞的记录一百米九点七秒 我比他稍微慢几秒钟 我比他稍微慢几秒 但还是有十一秒六 也都有十一点六 在我在的学校还是算不错的一个记录了 在我以前的学校呢都是不错的记录啊 可以说上帝也给了我一些跑步的天赋的 可以看上帝也给了一些跑步的天赋 但我当年不认识上帝 但当年我未认识上帝 我跑步不是为了荣耀上帝 我跑步呢不是为了荣耀上帝 我只是为了大学考试的时候 可能可以加点分 我只是为了大考的时候呢可以加点分 可以说我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其实这么说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但我们不一定要有什么个人的才能 或者说天赋 才算是有这个葡道员 或者说才是有天赋的 我们不一定要有个人的才刚啊 天赋啊才算得上是拥有一个葡萄园 那有人天生残疾怎么办 但是有人天生残疾怎么办呢 那不要说跑步了 走路都成问题 难道上帝不爱他们吗 难道上帝就不爱他们吗 没有赐给他们一个预备妥当的葡萄园吗 又没有赐给他们一个预备妥当的葡萄园吗 大家还记得诗篇最后一句经文吗 大家记得诗篇最后一段经文吗 我们一起读啊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也就是说我们凡活的人 这样就说我们凡活着的人 都应该赞美耶和华 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上帝 赐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葡萄园 因为生命本身就是 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宝贵的葡萄园 大家同意吗 大家同意吗 在讲道当中 大家常常听到 这个澳大利亚残疾人尼克胡泽的故事 在讲道当中 大家常常都听到这个残疾报道 加历克胡哲 他天生没手没脚 他天生就没手没脚 是严重的残疾 是严重的残疾 却在世界各地为上帝做见证 他是世界各地这样为上帝作见证 让我们这些健康的人可以看到 上帝给他的特别的葡萄园 那我们这些健康的呢 就看到是在身上就显出这个特别的葡萄园 当尼克四处奔波为主做见证的时候 当尼克他到处奔波为主做见证的时候 当人们从他可以说是怪异的身体 看到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恩典的时候 当人在他这个怪异的身体 看到上帝荣耀的时候 尼克就像上帝 他的葡萄园主 献上了他当纳的果子 尼克当时就向上帝献上他当纳的果子 一个没手没脚的人 不单也有从上帝那里白白领受的葡萄园 一个无手无脚的人 也都可以在上帝八百领受这个恩典 我们看到他可以献上丰盛的当纳的果子 我们也看到他献上丰盛当纳的果子 我们有手有脚的人 我们有手有脚的人 上帝还给了我们更多能力才干的人 上帝给我们各样有能力才能的人 不应当更是如此吗 不应该更当如此吗 两个礼拜前 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教会大门外的交通牌倒了 我们教会外面的交通牌就跌了下来 你们可能有人注意到了 可能有 第一次妹妹注意到 过去这个礼拜天 李师操弟兄和牧林团企的一些提供姐妹 就在我们教会的一个维修群里面 商量怎么样修理 过去呢 这个星期呢 西朝帝兄和牧林团契的一些 几天前呢 就把需要的这些水泥啊 水桶啊 还有一个铁杆都准备好 拿到教会来 小云姐妹呢 和她先生呢 就好几天呢 就把水泥啊 铁支啊 铁桶啊 就拿到教会来了 今天崇拜结束以后呢 今天崇拜结束之后 一些牧林团企的弟兄姐妹就 就会把这个交通牌去修复 把它再立起来 无伦团契的弟兄姐妹呢 就将这个交通牌呢 就扶上来去维修它 石朝帝兄好像刚才说还在找人 如果不够的 你们可以去找石朝帝兄哈 那下个礼拜 我们再回到教会聚会的时候 下个礼拜 我们再回到这个教会去聚会啦 我们就会看到再一次被立起来的交通牌 我们就会看到再次扶起来的交通牌 那就是那些弟兄 可能还有姐妹献上的果子 是蒙上帝喜悦的当纳的果子 是蒙上帝喜悦当纳的果子 在我们当中的苏凤荣姐妹 我们当中的苏凤荣姐妹 常常做各种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常常做一些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弟兄姐妹 让很多弟兄姐妹感受到关爱 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感受到关爱 疫情期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不方便出门 特别是长者去买东西这些 疫情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包括了长者 就不可以出去买东西的 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去帮助他们买东西 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也帮助他们去买东西 有些弟兄姐妹心情不好 身体或者生病了 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去做吃的给他们 很多弟兄姐妹心情不好或者身体不好 就有人煮这个东西煮食给他们 送到他们家里面 也都送到他们家里面 那越语部的庄凤荣姐妹 越语部的庄凤荣姐妹 她自己身体虽然不太好 她自己的身体不是那么好 每天在教会的祷告群里面 每天都在祷告群祖里面 为很多有需要的肢体守望祷告 为很多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守望祷告 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 上帝忠心良善的仆人 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 忠心善良的仆人 在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可能 把他们都列举出来 他们都在向上帝献上自己 葡萄园里的果子 他们都向上帝献出葡萄园的果子 疫情现在慢慢缓和了 疫情慢慢恢复了 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 陆续回到教会 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 陆续回来教会了 我们又需要更多的同工了 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工了 比如说做招待的 做招待的 做管车的 做管理车场的 甚至我们这个团契 各个团契可能要回来聚会 需要的同工也多了 团契需要回来聚会 需要同工也多了 所以有很多献果子的机会 也都有很多献果子的机会了 其实我们只要稍微数算一下 其实我们稍微数一数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 自己从上帝那个地方 领受的葡萄园 其实我们看一看 也都知道 从上帝而领受到的葡萄园 看到这个葡萄园里面 上帝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 看到这个葡萄园里面 上帝给我们各样的恩典 我们在怎样使用 经营我们得到这个葡萄园呢 我们怎样去使用 经营上帝给我们的葡萄园呢 我们有没有将葡萄园 求主帮助我们在数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去数算上帝这些恩典的时候 真是知道这些都是我们从上帝白白领受的 真是知道这些是从上帝白白领受的 虽然有些你说我是努力得来的 有些人说我努力得来的 但你的力气你的才能都是上帝给你的 但你的力气你的才能都是上帝给你的 我们要当立的果子 应当献给上帝 应当献给上帝 被上帝来用 给上帝来用 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恩典 可以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我们当时的恩典都是看得见摸得到的 也是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也都是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其实上帝还刺激了我们一个眼睛看不见的葡萄园 其实上帝都给我们一个眼睛都看不到的葡萄园 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葡萄园 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葡萄园 先知以赛亚说 先知以赛亚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 草必枯干 花必雕层 唯有我们上帝的话 必永远立定 他在五十一章又说 我们一起念 天必向烟云消散 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 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 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 所以上帝的话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永远长存的 所以上帝又说 耶稣的福音是永远长存的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也是永远长存的 主耶稣在十字架成就的救恩都是永远长存的 这是上帝赐给每一个真心信靠他的基督徒的宝贵的葡萄园 也是上帝赐给一个真心信靠上帝的基督徒一个葡萄园 是最最宝贵的葡萄园 是最最宝贵的葡萄园 是一个看不见的葡萄园 是一个看不到的葡萄园 但就可以存到永远的葡萄园 但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葡萄园 今天的比喻当中 面对那些逼迫而杀害他先知和他的原主的爱子的援护 面对那些逼迫杀害他先知和他爱子的援护 面对那些抵挡福音和救恩的犹太人 面对那些敌党去救恩的犹太人 葡萄园的主人说他要怎么治理他要怎么惩治他们呢 葡萄园的主人如何去情治去处理他们呢 耶稣在这个地方说 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主耶稣说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这里的别人就是能结果子的百姓 这里的别人就是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 就是基督的教会 就是基督的教会 就是今天的你和我 就是今天的你和我 今天我们得到了这个宝贵的葡萄园 今天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葡萄园 成为了新的园户 成为了新的园户 我们要怎样经营这个园子呢 我们怎样去经营这个园子呢 怎样去使园中更多结果子呢 怎样去将这个园子结更多的果子呢 刚才提到的英国运动员李爱瑞 刚刚讲到这个英国运动员李爱瑞 在他参加完那个奥运会的第二年 就回到了中国 成为了一名宣教士 到他参加完这个奥运会 第二年之后就回到中国 成为一个宣教士 那他在天津有一所教会学校里面 一边教化学教体育 一边教祖日学 他在天津那里就在一个中学 一边就教化学和体育 一边就宣教 那几年以后呢 他还被案例成为牧师 几年之后呢 他就被案例成为牧师 后来中日战争爆发 后来呢 中日战争爆发了 李爱瑞不幸被俘虏了 李爱瑞不幸被俘虏了 而且还被关进了日本人的集中营里面 也都被关在日本人这个集中营里面 他就是在集中营里面 李爱瑞也继续坚持不到 坚持传福音 甚至还未抓捕他的日本士兵祷告 直到他最后因为这些过度的劳动 营养不良 患了脑癌去世 最后呢 就因为他过度的疲劳 和营养不良 也都患了脑癌而去世 当时他才只有43岁 当时他只有43岁 比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年轻 比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年轻 李爱瑞的人生虽然短暂 李爱瑞的人生虽然短暂 但他的一生却结束了很多福音的果子 很多人从他那里听到了福音 很多人在他身上听到福音 被他的话被他的事迹所激励 被他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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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激励 信靠了上帝 信靠了上帝 从此也得到了上帝给他们的葡萄园 李爱瑞在上帝面前献上了他当纳的果子 李爱瑞在上帝的面前献了他当纳的果子 两周前小方传道在讲道当中提到一群人 两周之前小方传道就在讲道当中提到一群的人 那是一群去中美洲厄瓜多尔的美国宣教士 就是一群中美洲厄瓜多尔的一群宣教士 他们全部都最后殉道 他们全部最后殉道 那其中有一位叫做吉姆艾略特 其中有一位叫做Jim Ellington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在这个屏幕上 屏幕上面看到就曾经讲过一句说话 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 而付出那不能保存的 而付出那不能保存的 这个人一点也不傻 这人一点都不熟 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 而付出那不能保存的 而付出那不能保存的 这个人一点都不傻 上面是它的原文的英文 我们今天的健康 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车子 所有这些东西 我们今天健康 财富 房子 车子 所有看到的原文 可以说都是上帝 赐给我们的祝福 其实都是看到上帝 给我们的祝福 都是给我们的葡萄园 都是给我们的葡萄园 但这个葡萄园很有限 但是这个葡萄园 它是有限 显而见 是不能长久的 是不能长久 如果我们把这些葡萄园用好 如果我们把这个葡萄园用好 去让更多人有机会 看到上帝的爱 让更多人有机会 看到上帝的爱 看到上帝的荣耀 让更多人得到 那看不见 却永远长存的葡萄园 让更多人得到 看到这个看不见 却是长存的葡萄园 那我们就是真正聪明的人 那我们就是真正聪明的人 而且是盟主喜悦的聪明人 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 家里的房子比较宽敞 家里的屋都很宽阔 或者有多余的房间 或者有多余的房间 他们就开放自己的家 他们就开放自己的家 查经 邀请新朋友来家里聚会 查经 邀请新朋友来家里聚会 或者接待的 外来的这些客人 一些讲员 或者接到外来的牧者 港员 包括弟兄姐妹 包括弟兄姐妹 那他们的家就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那他们在家里就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了 因为很多新朋友在这样的聚会当中 受到热情的款待 有很多新朋友在聚会当中 受到热情的款待 他们就感受到基督的爱 他们就感受到基督的爱 愿意来教会 愿意来教会 甚至有机会听到福音认识了上帝 得到那看不见却可以永存的葡萄园 看到的 看不见却是永存的 我的岳父母就是其中的两个受益者 其中的我父母就是两个受益者 这些愿意开放家庭来为主所用的弟兄姐妹 这些愿意开放家庭为主所用的弟兄姐妹 是向上帝献上了他们当纳的果子 就是向上帝献上他们当纳的果子 是盟主喜悦的果子 是盟主喜悦的 以前我认识一位年长的弟兄 以前我认识一位年长的弟兄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要买车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要买车 买了一个很大的车 买了很大的车 可以坐七八个人 习一几可以上十个人的 可以坐七个八个 甚至可以坐十个 远远超过他们家需要 远远超过他们家的需要 我听上去就觉得很浪费 我听上去就觉得很浪费 直到他说 买大车是为了礼拜天 能够多接一些人来教会 买大车是因为礼拜天 能够多接多一些人来教会 上帝给了他富足的生活 上帝给了他风足的生活 给了他一个葡萄园 给了他一个葡萄园 他为福音的缘故 投资他的金钱 投资他的时间 投资他的时间 献上他当那的果子 献上他当那的果子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时候 知道或者说想 向上帝献上当那的果子 我们可能有时间 又或者有机会知道 要向上帝交纳我们的果子 但可能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难 但我们又觉得 为什么这么难 好像就是跨不出这一步 是都走不到这一步的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之所以会这样 我们之所以是这样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们心里 已经将上帝 给我们的那个 看得见的葡萄园 占为己有了 我们可能心里 已经将这个 看得见的葡萄园 拒为己用了 或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可能我们自己是不觉得 或者我们自己都不觉得 所以我们不愿意拿出来 为主所用 我们都不愿意拿出来 为主所用 大家记得在讲 撒种的比喻的时候 大家看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 主耶稣讲了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那落在经济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走开以后 被今生的思虑 钱财 验而挤住了 便接不出 成熟的子力来 如果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 都在那个 看得见的葡萄园 如果所有的心思意念 都是在看到的葡萄园 我们的心 就会被今生的思虑 钱财 验而挤住 我们的心里面 就被今生的 燕落 钱财 思虑 这样去 堵住了 就不可能为主结果 更交不出当纳的果子 更交不出当纳的果子 我们跟今天比喻当中 那些把葡萄园 占为只有的园户 就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就看到今天所说的 将这个葡萄园 基为己有的园户 就差不多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那另外一方面 今天这个葡萄园的比喻 今天这个葡萄园的比喻 也帮助我们思考保罗讲的 也都帮我们思考保罗所讲的 他说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他说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如果我们得到了救恩 如果我们得了救恩 却不愿意 或者不想去分享给周围的人 又或者不愿意去分享给周围的人 不愿意付上代价去传福音 不想付代价去传福音 我们也是相当于 把这些葡萄园 占为己有的园户 我们就相当于 将这个葡萄园 据为己有的园户 我们是把上帝的救恩 占为己有 我们将上帝的救恩 据为己有 如果我们信了福音 得到了救恩 如果你信了福音 得到救恩 却没有把这个最好的 有永恒价值的葡萄园 分享给人 也都不将这个最好的 有永恒价值的葡萄园 分享给人 那我们真是亏负了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牺牲的主耶稣 我们真是亏负了 在十字架 为我们牺牲的主耶稣 我们也真是愧对 我们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真是愧对 爱我们的上帝天父了 以后我们怎么去见主面呢 以后我们怎么去见主面呢 在今天的比喻当中 耶稣说 在今天的比喻当中 耶稣说 到了时候 圆祖打发一个仆人 到圆湖那里去 叫他们把圆中 当那的果子 交给他 到了时候 打发一个仆人 到圆湖那里去 叫他们把圆中当立的果子 交给他 所以交果子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不做的 所以交果子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都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葡萄园 我们都从上帝那里得到葡萄园 得到了很多的恩典 得到了很多的恩典 我们就有交果子的责任和义务 虽然什么时候要交果子 我们并不太清楚 其实在哪个时候 交果子 我们不是很清楚 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 就在这个经文里面 但可以说 根据这个经文 我们早晚都要向上帝来交账 我们早晚都要为上帝去交账 总有一天 我们会在主面前 总有一天 我们会在主面前 会到那个时候 要交果子的时候 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的 就在保罗在罗马书中说 我们一起读中间和下面的一段 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 我们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事 在上帝面前交代 而且在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面前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隐藏 又或者在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面前 我们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隐藏 我们读最后一句 万物在他眼前 都是赤露敞开的 我们必须向他交账 在今天的这个比喻当中 在今天这个比喻里面 那些抵挡上帝的仆人 那些敌挡上帝的仆人 抵挡主耶稣拒绝交果子的缘护 敌挡主耶稣拒绝交出当立果子的缘护 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我们读最后一段经文 我们读最后 耶稣看着他们说 经上记者 将人所切的石头 已做了仿角的头筷石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凡吊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 那石头吊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将人所切的石头 就是那些远护杀死的远主的爱子 将人所切的石头 就是那些远护杀了远主的爱子 就是被当年以色列人弃绝的主耶稣 就是当年被以色列人弃绝的主耶稣 主耶稣把自己比喻成石头 主耶稣将自己比喻成为石头 我们要么是在他这块房角石上被建立 我们是将在这个房角石上面被建立的 要么会被这块石头砸得稀烂 再不是就会被这块石头砸得稀烂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中说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这是耶稣说的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就说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被剪去 耶稣他这么说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不结果子的枝子是要被主剪去的 不结果子的枝子会被主剪去的 盼望我们都不要成为被主剪下来的 不结果子的枝子 盼望我们都不是被主剪去不结果子的枝子 我们现在正是愈苦期 我们现在是愈苦期 下个礼拜五就是受苦节 下个礼拜就是受苦节 受苦节是为了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 受苦节是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比喻当中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比喻当中 那些园户把园主的爱子推出葡萄园杀掉 那些园户将园主的爱子推到外面去杀了他 会不会觉得他们非常的穷凶嫉恶 又或者觉得他们很穷凶极恶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那一场的凶杀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那一场的凶杀 圣经说世人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甚至说世人都规决了上帝的荣耀 原本统统都是要受到审判永远灭亡的 原本统统的都要受到审判和灭亡的 而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 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其实上帝所爱的独身而止 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因为要把我们从灭亡当中拯救出来 其实他将我们要在这个灭亡当中重新拯救 从撒旦的权势和罪的捆绑当中救出来 从撒旦的权势捆绑去救出来 他心甘情愿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他心甘情愿地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我们本来应该受的惩罚 担当了我们本来应该受的惩罚 就像赫华弟兄刚刚在祷告当中 就是赫华弟兄刚刚所祷告的 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 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 我们应该怎样活来回应他的爱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他的爱呢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有一天都要去见主的面 我们有一天都要见主的面 你会为见主的面预备什么样的礼物呢 你会为见主的面去预备一些什么礼物呢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早做准备 预备好当纳的果子 预备好当纳的果子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就要再来 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会再来 盼望到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带了两串香蕉建筑面 盼望我们当时都不是带着两世的香蕉去见主面 而且也不仅仅是为了躲避刑罚 也不仅仅是为了躲避刑罚 好像仅仅是为了遮遮手 随便拿几个果子去 又或者只为了遮遮手 拿几件的果子 那是当作守信的 又或者当作这个守信 盼望我们真是心甘情愿回应主的爱 盼望我们真是心甘情愿去回应上帝 好好经营使用上帝给我们的葡萄园 接触很多美好的果子 随时预备迎见我们的主 献上我们当纳的果子 献上我们当纳的果子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下各样丰丰富富的恩典给我们 求主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葡萄园 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葡萄园 求你也激励我们的心 让我们为主献上我们当纳的果子 让我们献上我们当纳的果子 我们这样的祷告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样我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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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